影片中男子穿着Polo衫 卷髮戴着眼镜脸心圆润 还挺着啤酒肚 而后面则跟着一名女子走在饭店 换个场景来到房间走廊 而这名看起来超像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的男子 竟然带着一名女子到饭店开房间 他们晚上11点44分进房 凌晨0点17分女子就离开 两人在房间停留半个多小时 女子离开时还东张西望 似乎担心被别人看见 而34秒影片一曝光客气哗然 大家狂问郑文灿 这到底是不是你本人 那我看那个影像的年代久远 经过剪接也不要认你影射 网友质疑那你为什么不否正 为什么不敢讲那不是我 既然影片不是你本人 你怎么知道经过剪接 大家都看不出志气 为何郑文灿知道是成年影像 郑文灿的回应正好是实锤 证明了这部影片极高的几率 就是他自己 否则他怎么知道 这所谓的影像年代久远呢 剪接只能够把发生的事情给剪掉 并不能够凭空创造出一个 他跟女子进出房间的画面 郑文灿不承认后 房间马上流出三张情细照片 于是郑文灿的男子 和同院女子亲密互动 男人不但亲密彼此依偎者 还时候牵手甚至热情拥抱 已婚郑文灿难道也搞婚外情 郑文灿已是开房间的影片 流出吗 你怎么看 各界跑红成绩的人挺高端时 喊得如此大声 堂堂富格魁有没有道德争议 你会又不敢用力停下去 请问一下陈建仁院长 你的副院长 这个道德争议这么多 那你还视而不见吗 充而不闻吗 诈骗 废文 然后还有这个学术伦理等等 今天郑文灿你还适合坐在 这个副院长的位置上吗 国民党说 若影片剪接变造 污蔑郑文灿 郑文灿应该立刻提告或找人鉴定 影片中到底是不是蔡英文的超级爱将 民间党内很多人嘴上不说就怕都心智肚明 接下来希望陆续过好 SN小组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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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